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当这个流浪气球出现了 刚才那次跟大家讲得很明白 就是全球不单单是关注 直接讲出就是他们的惊恐 就是这种这样的间谍 我在昨天的一人不收声 跟大家讲过 直播讲过 就是被这个气球这么严重的华为 境外的警署 跟着中国同乡会 中国同学会 这些甚至孔子学院 私质商 这一扎 比所谓的气球更加严峻 只不过没有即时这样 在其他国家的人面前 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所以你说他们不觉得有问题 但是这些才是真真正正 中国滲透到全世界最主要的工具 气球打了下来 德国 英国已经即时这样 重体就是说这类这样的气球 究竟在这几十年里面 怎么样运作化 而德国更加是惊 荒到不得了 因为之前 在德国的情报局最高层里面 竟然有中国的间谍潜伏 虽然到最后被抓 但是这个令到德国很惊惧 在这个时候 你就见到下一个 就是 Tip Talk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比起间谍气球 他说 抖音数据滲透 更加是最大的隐忧 张日明省 就是将Tip Talk 就是说 这个叫什么 抖音 卖了他卖了他 给了你中国共产党 我算数了 贵事左右做人难 实际上墨西哥有土耳其又好 包括日本在内都好 包括之前的 就是说一间连锁寿司店 他们已经将 发生的事 无论是十几个小孩 因为做一个抖音比赛 服食一些过量的阵症剂 送了进医院 也都因为 日本好几间的寿司连锁店 很多年轻人在那里玩那些 极限挑战 跟着拿条舌 拿个嘴 跟着 就是 做一些比较低层次的事 这些全部踢爆 跟着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舆论 就是抖音是有问题 甚至涂毒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年轻人的价值观 令到他们处身危险当中 今天 英国议会又再将tiktok成为了间谍 大数据 这些传送 这个成为隐忧的话 就是说抖音 在舆论的攻击底下 在舆论的攻击底下 必然会成为下一个西方国家要打击的对象 抖音在印度下架 在日本也都有所限制 美国加拿大已经说政府部门全部禁止所有人的手机通信 你才这么用抖音 但是来到这里 这件事发烤下去 我相信抖音在世界上 没有几多个西方国家去用 一定会打下来 因为只要国家安全之名 就什么都做得 其实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这些所谓西方列强都 只要一牵涉国安问题的话 他们是什么都做得 国安之名 就是他们唯一一张护身符 所以看不到抖音 还有几大的生存空间 张一鸣卖盘 这个真的是明智之举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